工作室内,我坐在办公桌旁,紧张地补着妆。 半个小时后,我要去见编剧依稀,与她沟通,飞上枝头这部戏的一点想法。 经纪人饶思言正在对面抓耳挠腮,一行一行地看着那部戏的剧本,本就不想让我接此戏的她, 时而皱眉,时而叹气,偶尔还在一旁的本子上写写画画。 许久,她猛地一拍脑门,拿着剧本向我走来,为我指出里面需要调整角色举动, 并告诉我如何调整才能不影响我的形象。 我停下手中的粉饼,仔细地看了看她标注的地方,撕存片刻,不行, 除了改成双胞胎,其他不能动。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才答应接这部戏。 饶思言不同意,她认为好不容易把我包装出来,一部戏可以让我在红半边天,也能让我迅速没落。 显然,她更倾向于后者。 为了说服我,她指着我的身材,脸蛋,气质,不断地跟圈内一味大花比较,说我现在有小某某的美称,不要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了前途等等。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原生家庭,我也走不到今天。 荧幕上,我和姐妹秦诺的灰姑娘组合,永远带着自信的笑容,洒脱不羁, 无论歌曲还是舞蹈,传达的永远是不具任何困难的励志女孩形象。 可是没人知道,我们也想活成荧幕上的我们。 儿时,父母的重男轻女,永远被忽略的阴影和怨恨始终挥不去。 所以,无论饶思岩怎么说服我,这部戏我决定一个字不改,因为它就是我的童年,就是我的成长,我要重新走一次。 饶思岩生气了,把剧本一推,用一副你想不想继续在圈内混得眼神逼问我。 正在此时,助理小瑶敲门进来,告诉我外面有三个人,一对老夫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要见我,并说是我的父母和哥哥。 早知道他们会出而反而,本以为他们找不到我,却没想到还是杀上了门。 文言,我望着镜子里粉雕玉器的自己,将化妆包收起,淡然一笑,让他们进来吧。 忽然,啪地一声,饶思岩把剧本狠狠摔在桌上,踩着高跟鞋蹬蹬地跑出去。 不一会儿,门外就响起了吵闹声,饶思岩是为我打抱不平,也怕他们曝光,毁了我的形象。 他不过想用一如既往的强悍的手段,把他们逼走。 可我了解父母和哥哥,他们不吃这套,他们认为女儿就是他们的私有物,任何人无权说话。 罗明一,你现在有钱有名,穿得光鲜亮丽,有没有想到你哥? 他现在连婚房都没有,我们劳两口每天摆摊为了攒钱。 你有没有一点良心? 马上把这几年赚来的钱给我们,不然,我们曝光你不忠不孝,让官方封杀你。 说话间,父母及哥哥已经闯了进来。 父亲罗大海蹭蹭几步上前,将我的化妆镜摔在地上,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叫嚣。 没有开场白,还是原来那套,还是一样的语气。 只是,此次不是逼我赚钱,而是要钱。 自不用说,他还把我当成以前那个唯唯诺诺,不敢反抗,任其百步的女儿。 我迎上父亲的目光,从包里掏出那张亲子关系断绝声明,冷笑道,不好意思,您叫错了,我叫明依,我姓明。 父亲立即暴跳如雷,嘶吼着把我桌上的东西扫到地上,你天样叫什么,也是老子生的,老子要钱,你不给就是不行。 看我依然不吐口,索性在工作室开始打杂。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吓哭,然后慌乱地向他认错,再忙不迭地按照他说的做。 可惜,时过境迁,姓罗的明依死了。 母亲范秀桓则一脸惊奇地打量着我,摸摸我身上的丝质连衣裙,看着我脚上尖尖的高跟鞋,眼神里尽是羡慕。 不过,只是一瞬间,脸色骤变,罗明依,你妈我活到五十多岁,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哥的婚房都没着落,你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工作室。 今天我们把话落在这,不给钱,就住下。 哥哥罗天宝泽悠哉地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指挥我的助理去给他买条好烟。 助理小瑶被他的声音吓得不知所措,脚步向门口移了一下,又迟疑地定在原地望向我。 小瑶,你敢出去,就不要回来了,这个工作室,是我的,其他任何人说的话,等于放屁。 我瞄了一眼罗天宝,一字一句道,罗大海和范秀环听到,不约而同的身子一僵,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下视线,又一次插腰,冷眼看着我。 那意思,仿佛在告诉我,我的话,对他们没用。 七暗的,给你脸了是吧?你不就是个戏子吗?丢了祖宗的脸,还敢牛。 你的工作室,你人都是罗家的,是咱爸妈生的,你的一切都得姓罗。 何况这么一个破地方? 罗天宝一跃而起,红着眼冲到我面前,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我台湾看了看时间,扫尸了一眼满地狼藉,掠过打砸累了摊坐在椅子上的罗大海, 拨开横在我面前的范秀环,对着工作室指了一圈,对他们郑重地说道, 现在,我要去建成编剧,你们马上给我恢复原样,损坏的原价赔偿或者重买, 不照我说的做,绝不罢休。 我倒要看看,这间工作室到底是姓罗,还是姓名? 话必,看也不看他们直接离开,一直站在门口的饶思言, 急急地跟在我后面,唠叨着我的父母不好惹, 让我尽快给点钱,打发他们离开。 两百万,我拿得出,但他们不会接受。 他们要的不仅仅是一套房,一点钱,他们要的是全部,我全部的收入。 一旦我松了口,他们绝不会罢休,会不停地得寸进尺。 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如此。 五岁时,隔壁王奶奶给我一根棒棒糖,我还没来得及吃, 母亲抢过去,就塞进哥哥嘴里。 七岁时,父母让我睡门板,同学的妈妈得之后送我一张新床, 父亲眼不眨地就抬到了哥哥房间,让我睡哥哥的旧床。 十六岁时,我学习成绩好,得了全校第一,暑假学校让我们去外地旅游。 父母认为我抢了他们儿子的风头,非要让我跟学校说让哥哥去, 结果没同意,他们把我打得皮开肉绽,说我让他们丢人。 二十二岁,我靠和秦诺自学跳舞接商演上完大学。 他们勒令我马上工作赚钱给哥哥结婚买房。 我第一次说了不,他们把我告上法庭,大闹着与我断绝亲子关系。 更不要说平时在家吃喝拉撒,每一处都是被掠夺者。 作为我的同学兼好友,顾云峰曾跟我说,以后他成了编剧,一定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如果可以,让我自己演。 就是我纵容了他们,如果我早一点说不,可能不会这样。 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绿化带,我苦笑着总结道,如果你早一点说不,有可能活不下来。 饶思岩拍拍我的肩膀,凝视我许久,他说仿佛知道了我为什么拒绝改女主的戏。 闻听他的话,我心里咯噔一下,鼻子一酸,扭过头,暗暗逼回即将流出的眼泪。 是的,如他所说,说出不后,我的姐姐确实没活下来。 饶思岩看着我悲伤的模样,继续追问,我却不想提及,只告诉他女主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甚至一度我认为编剧抄袭了我的前半生。 顾云峰 世界真的太小了,难怪编剧说这部戏指名让我演,难怪导演怎么劝也不听,圈内知名编剧,出一本报一本的编剧依稀,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学顾云峰。 是的,他说到做到了,等我们赶到时,他告诉我,剧本有变动,变成了双胞胎女主,我一千万个同意。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见编剧的原因,还原事实。 可是饶思岩变卦了,他不再劝我改剧本,而是劝我放弃这部戏。 用他的话说土,悲,惨,与我的形象背道而驰。 明依姐,你哥哥说要让我订餐,他们要等你,你看。 争执不下时,助理小瑶的电话打来。 不定。 通知记者到我工作室,对他们进行采访。 我灵机一动,似乎没有什么比就地取材更为合适的了。 此言急出,饶思岩怒了。 明依,你是不是疯了? 叫记者曝光。 这三年,我拼命为你捂着身份,你却拆台。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断自己的后路? 你在洒我的心血? 隐忍许久的饶思岩终于爆发了。 从灰姑娘组合走进众人视野, 被他看上那天起,他就频频以资深经纪人的身份对我们指手画脚。 经他的指挥,灰姑娘的励志标签不见了, 舞台上仅剩下摇头摆胯的木偶。 于他看来,小团体出道的黄金期就这么几年, 要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式正道。 他还不止一次地警告我们, 说我们手中的王牌不是舞跳得多好, 戏演得好不好, 而是我们年轻漂亮, 受大佬喜欢。 有了金主,就有了一切。 狗屁。 记得当初他说这番话时, 秦一忍不住就飙了脏话。 观众才是一切, 没有观众认可, 一切免谈。 没有大佬, 你们和观众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认清事实才能站得更久。 年轻是什么? 就是你们最大的资本。 人人讨厌潜规则, 那是他们都够不着, 摸不到, 你们有机会不珍惜。 这是做死, 明白吗? 他扯着嗓子吼道, 是的, 被大佬封杀得不在少数, 可如今是网络时代, 这一套已经过时了。 那次之后, 我和秦一曾数次商量, 想办法摆脱他。 可是, 有合同在, 我们暂时还拿不出天价赔偿, 与公司与他都一样, 尽管公司也是他自己的。 所以, 近段时间以来, 恰逢他把我们推向影视化时, 我们也想趁此机会重新掌握自己的风格, 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我接到了《飞上之头》剧组邀请时, 秦一利用难得的假期去了国外进修, 只是名义上的。 秦一知道吗? 你们现在演出停滞, 虽然人气不断上升, 但是一直这样不行。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不然我们解约。 看我不说话, 倔强地与他对峙, 他又一次提高声调。 四眼姐, 您对我们的用心, 我们知道, 只是我和父母之间是我的家事。 即便我不叫记者, 你也捂不住。 我也不想与他闹得太僵, 就是论事, 他的火气因我主动叫记者曝光自己开始, 其他事无需再提。 嗯, 我还是有点怂, 怕惹急了他, 暂时赔不起违约金。 饶思颜没再说话, 气呼呼地当场离开。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靠在顾云峰办公室的沙发上, 望着天花板上的白赤灯发呆。 明依, 快看, 你爸的采访直播。 忽然, 一旁的顾云峰拿着手机走到我面前, 给我看。 采访直播, 也是我的主意。 视频里, 父母及哥哥一脸得意。 尤其是父亲, 正喷着口水痛诉我不笑, 我们辛辛苦苦供他大学毕业, 他却连家都不回, 现在人红了, 赚钱了, 别说孝敬父母了, 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我们来到他工作时候, 他对我们又骂又吼, 又摔又打。 你们看, 这都是他摔的, 我看着父亲的嘴一张一合, 满面怒涩, 激动得双手笔划不停。 旁边的母亲不断点头, 哥哥煽风点火, 添油加醋。 弹幕, 是网友无处安放的愤怒, 由我攻击到灰姑娘, 组合, 在由灰姑娘到这部正宣传的 《飞上之头》, 无疑幸免。 云峰, 你要接受采访了, 明依, 我得接受受访了。 不约而同的, 我和顾云峰同时说道, 从小到大, 我便和他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现在虽然三年没见, 依然没有改变。 作为知名编剧, 顾云峰从未接受过 采访, 也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 小瑶, 把今天工作室的监控 让他们发出去, 记住, 一定要全部发, 包括我和饶思岩那段。 我摸出电话向小瑶交代, 随后, 与顾云峰去网餐厅, 那里, 她早订好了包厢。 网络时代, 快到什么地步? 我们刚抵达餐厅, 网友们就看到了监控, 风向顿转, 父母及哥哥被骂出直播间。 父母不会罢休,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浅尝到直播的影响力, 他们或许会发现新大路。 听小瑶说, 采访不得不中断时, 他们主动离开。 果不其然, 顾云峰刚把我送到家, 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表演。 只是, 这次不是摄像头, 是他们自己的直播。 账号名字是灰姑娘 组合明依的家人, 吸引着大批网友围观。 范秀环一把鼻涕, 一把泪告诉网友, 罗明依从小就爱演戏, 诡计多端, 常常耍弄哥哥。 说我造谣哥哥有精神病, 导致哥哥现在都没结婚, 也没人肯聘用他工作。 三十岁还待在家里, 我对着视频笑出声。 活了二十多年, 终于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把死的说火。 罗天宝没上过大学, 高中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 用范秀环的话说, 他可是罗家的根, 身份金贵得很, 赚钱的事就交给我, 交给他们。 平时, 罗天宝就在家里玩游戏, 或者出去跟街痞子鬼混。 十八岁时, 他谈了第一个女朋友, 带回家后, 为了体现他在家的地位, 公然让女生 给父母下跪问好。 父母不阻止, 反而并排坐好, 以太上皇和皇太后的气势, 勒令女孩行礼。 告诉女孩这是罗家的家规, 罗家以前可是皇帝, 别人想高攀, 都没机会。 女孩没听, 转身离开。 罗天宝叫嚣着要给对方一点教训时, 女孩带着父亲及伯父叔叔上门, 把罗大海、 范秀环、 罗天宝重重地打了一顿。 那之后, 罗天宝才学会了在外家尾巴做人, 可是, 因为父母的吹捧, 是什么也不会的他总感觉自己身份特殊, 是一匹千里马, 没找到伯乐钱, 绝不出山工作。 一晃人已到三十岁, 父母的收入跟不上他花钱的速度, 更别提结婚了。 要不是他造谣, 他哥哥至于混成现在的模样吗? 直播间, 范秀环又一次撒泪, 聊起衣角失泪。 只不过, 此次网友不买账了, 纷纷质问, 明依为什么要造谣哥哥呀? 对呀, 说出原因, 人性本善, 这是不说明白, 人肉你。 眼看着网友起哄, 范秀环招架不住, 已上厕所, 围由出了镜头。 紧接着罗天宝现身, 现场边瞎话, 什么我羡慕父母对他好, 我看不得他好, 我嫉妒等等。 一番话完毕, 网友骂声不绝于耳, 纷纷斥责重男轻女的父母。 你们就是罗明依的粉丝, 你们知道个屁。 我告诉你们, 罗明依不把这些年赚来的钱给我们, 我们一定会告他, 让国家封杀他。 意外地, 被骂极眼的罗大海红了眼, 指着镜头前的网友 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心里话。 若说一旦激起千层浪的话, 那么几乎同一时间, 接受采访的顾云峰 抛出的猛料, 则彻底翻起惊涛骇浪。 随着顾云峰把 飞上枝头的创作来源, 女主原形地公布, 经父母及哥哥的推波助澜, 迅速发酵开来。 与此同时, 我也把当初父母 断绝亲子关系的证明公开, 随着事情层层叠叠不断刷屏, 父母急了。 镜头前拖着哭腔, 说我捏造, 罗天宝更甚, 把我之前 被父亲烫伤腰部的事 说了出来, 并恶狠狠对我喊话, 别以为你是明星, 我们就怕了你, 不听话, 就不是烫伤这么简单了。 他咬牙切齿地 在镜头前得意地乱谎, 却让我下意识地 摸向腰部。 现在, 那个伤疤还在, 每次演出, 都要化妆适用厚厚的粉底遮盖。 那还是大学毕业后, 父母把我叫回家, 逼我打工赚钱, 说我和琴衣的组合赚不来钱, 还丢他们的人。 我不同意, 晚上, 他们两人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父亲更是把烧约的烙铁印在我腰上。 撕心裂肺中, 听到母亲指使, 烫他的脸, 让他没办法出门, 就能乖乖工作赚钱了。 父亲则加大手中的力气, 腰间欲断, 刺鼻的味道弥漫在室内时, 他对母亲嚷道, 虎娘呢, 烫花了脸, 彩礼就收得少了。 连夜, 我忍着剧痛逃离了家, 离开的瞬间, 我发誓永远不会再回家, 也永远不会认他们为父母。 镜头前, 我把这个故事补充完整, 煞时间轰动了圈内外, 圈内好友, 纷纷打来电话问候我, 还有一些为我推荐剧本, 圈外, 网友们为我打抱不平, 人肉出了父母及哥哥的宾馆, 上门为我讨公道, 勒令他们道歉。 还有一些律师, 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 就算时间过去太久, 也能将对方绳之以法。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拒绝了, 我要的不是浅显地让他们进去为止, 我要的是他们为姐姐偿命, 这件事他们忘记了, 我却没忘记。 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明月, 她跟我一样长得很漂亮, 但比我有勇气。 母亲生下我们俩后, 要把其中一个送人, 怕匀了他们儿子的饭菜, 让罗天饱受委屈。 由于我们是村里唯一的双胞胎, 村里一位名望极高的老人听说后, 前来阻止, 并为我们取了名字, 说我们是罗家的凤凰, 以后要飞上枝头。 父母才半信半疑地留下, 不过仅仅是留下, 饿不死就行。 四岁时, 姐姐就比我懂事, 她会直接反驳父母的不公, 处处护着我的同时, 指责父母偏心罗天宝。 父母对她恨之入骨, 常常不给她吃饭。 姐姐很有骨气, 不吃就不吃, 她就跑到外面玩, 连看也不看。 每次吃饭时, 我总会留一大半饭菜, 悄悄给姐姐吃。 五岁时, 罗天宝抢了姐姐的石子, 姐姐毫不惧怕地撕打她, 让她还回来。 罗天宝转身就告诉了父母, 那天, 姐姐被打得全身是血。 晚上睡觉时, 姐姐疼得睡不着, 我心疼得落泪。 她反过来安慰我, 让我以后不要怕, 不然, 他们会一直欺负咱们。 父母则在窗外叫嚣, 在不听话直接打死。 一语成衬, 六岁那年, 范秀桓让我们做饭, 姐姐端锅时没端稳, 汤洒了一身, 皮瞬间脱落, 烫得她哭得撕心裂肺。 父母不管不顾, 直接把姐姐扔到了存放红薯的地窖里。 姐姐由一开始地哭喊, 后来变得声音越来越小。 我一边安慰着姐姐, 一边偷偷给她送吃的, 可等我趁父母不在家终于请来大夫时, 姐姐已经长眠在地窖中。 父母得之后, 对外称姐姐得了肺牢, 怕传染, 医院都说治不了。 村里人都知道, 但是不关己, 无人追究。 父母没为姐姐办丧事, 直接填平了地窖。 现在, 姐姐的尸骨还在地窖下面。 所以, 罗天宝在一次打来电话时, 我刻意打开了直播, 罗明依, 你最近赚得不少吧? 这样吧, 你以前赚的钱, 我们就不要了, 只把这几天赚来的给我们就行了。 怎么样? 要不是我们添一把柴, 你能这么火? 本以为曝光我, 逼我就范, 谁知我越来越火, 罗天宝的措辞也越发不知廉耻。 让罗大海跟我说话, 我无视他, 联名待姓地说道。 弹幕上, 网友们的问号把屏幕铺满, 不断地询问着到底怎么回事。 罗明依, 说吧, 什么时候给钱? 别以为你曝光我就能吓倒我, 我一个小老百姓, 怕什么? 我又不靠粉丝吃饭? 倒是你, 树大招风, 能一时火起来, 也会突然灭掉。 怎么灭, 那时不一定网友说了算。 罗大海甚是不屑, 话里透着满满的威胁。 罗大海, 你还记得我姐姐罗明依吗? 她是怎么死的, 你记得吗? 她的尸骨陷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极力忍着夺矿欲出的眼泪, 一直不注地颤声问道, 罗明依, 你要干什么? 提她干吗? 她都死多久了。 哦, 你是说我和你妈打死了她, 是吧? 是又怎么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早剩下一堆白骨, 别以为你能吓住我。 告诉你, 没用。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 我TMS连你也一起塞地窖里。 她终于说出了口, 我无需再多问, 也不理会在线网友 更胜我十倍的愤怒, 立即下线报警。 挂掉电话, 收拾完毕, 当我准备独自一人驱车回老家时, 赫然听到门外传来车笛声, 隔窗望去, 是顾云峰。 她钻出车门, 一袭黑色风衣裹在身上, 助力在昏黄的灯光内, 冲我招手。 一股暖流涌向全身, 我提起简单的行李下楼, 出门。 她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 放在车上, 双手扳过我的肩膀, 眼底闪过一丝疼惜, 把我轻轻抱在怀里。 有我在, 不怕。 夜风吹来, 纵然是夏夜, 也带着丝丝良意, 只是那良意沁人心脾, 令人陶醉。 她把我拥进车内, 启动引擎, 冲着老家的方向驶去。 不打招呼, 擅自离开, 若是按照以往, 饶思言一定会大发雷霆, 对我训斥半天, 搞不好还要向全国 公司通报, 杀鸡儆猴。 然而, 这次, 她什么也没说, 电话打通, 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明依, 对不起, 你大胆接吧, 这部剧的片酬, 我一分不要。 我代表公司全力支持, 由不同意, 到改剧本, 再到拒绝, 勒令解约。 如今, 她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弯, 不是冲我的悲情故事, 也不是冲我姐姐, 而是我对父母的态度, 加之飞上枝头, 引发网友热议, 我成了热搜榜上的常驻小花, 也成了网友眼中的励志女王。 直白地说, 于她看来, 我有了价值, 且不是靠她得来的价值。 跟她三年来, 第一次, 我感受到了呼吸通畅。 顾云峰告诉我, 飞上枝头, 马上准备开机, 让我把秦诺叫回来。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定定望着她, 路灯的光, 不断扫过她无可挑剔的五官, 缓声问道, 云峰, 你是怎么知道我姐姐的事的? 顾云峰虽是我的初中同学, 可是我们并不是一个村。 全班同学里, 她距离学校最远, 距我们村也最远。 灰姑娘中, 安娜塔莎和杜苏拉 并没那么令人讨喜。 你和秦诺的组合名叫灰姑娘, 却取了两个姐姐的名字, 行的却是灰姑娘的事, 无论是舞蹈还是歌曲, 都是满满的不屈, 不干涸无尽的动力, 如果不是曲中人, 怎能透露出令人动容的情感。 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里面有故事, 开始我也没想到, 直到我看到你们的舞台剧, 那口菜叫让我明白了一切, 那一刻, 我才知道, 三年来顾云峰一直关注着我, 她不联系我, 是怕打扰我。 毕竟, 公司有约在先, 未经允许, 一人不准恋爱。 同时, 我也欣慰她的细心。 那口菜叫, 在学校时, 我只是跟她提了几次, 她就记载了心底, 就是加之我的作品, 让她明白了一切。 于罗家来说, 外人都明白, 可是作为始作俑者, 罗大海和范秀环 却死不悔改。 以至于警官把他们带到现场, 指着挖出的白骨询问, 依然不松口, 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 只一味对我骂骂咧咧, 怪我因她, 要不是警官在旁, 我想她一定会冲过来掐死我。 怪异的是罗天宝, 她出现时, 顾云峰还紧张地把我护在身旁边, 以为她仇恨地注视着要对我做什么, 却没想到, 看到姐姐的遗骨后, 她突然歇斯底里捂着耳朵大叫, 连连后退着语无伦次, 爸,妈,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不是我, 我没杀她,没杀她, 不是我掐死的, 谁知,母亲看到立即慌乱地对她嘶吼, 天宝,你胡说什么? 警官,你们别听她乱说, 她喝多了酒, 罗大海猛在原地, 定定地看着罗天宝发疯, 突然,仰天大吼一声, 重重地跪在姐姐的白骨前, 天呐,罗家完了呀, 罗明依, 你就是罗家的罪魁祸首, 意外的, 我本以为害姐姐死去的是 罗大海与范秀桓, 却不曾想连罗天宝也参与其中, 当警官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后怕的冷汗连连, 据罗天宝交代, 姐姐离世前的那晚, 父母特意把我支开, 给隔壁的李阿姨送菜, 之后, 父母告诉罗天宝, 罗明依如果长大, 以后他们老了, 可能护不了他, 十几岁的罗天宝 很快悟到了父母话里的意思, 直接跳下菜轿, 把姐姐活活掐死, 难怪, 我还纳闷, 一向不出门, 怕我偷着为姐姐吃饭的父母, 为什么第二天一起出门, 我叫来大夫后, 姐姐已经没了气息, 大夫只看了一眼, 就让我告诉父母办后事, 而姐姐离世后, 罗天宝却像没事人一样, 半点愧疚没有, 还嘻嘻哈哈地点鞭炮完, 罗天宝, 我跟你同归于尽, 罗天宝带着手烤被压到大狱时, 我拼尽全身力气扑向他撕打,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我哭得再凶, 打得再狠, 姐姐也回不来了, 一同进去的还有罗大海, 范秀桓, 他们两人的脸上, 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嚣张, 面无表情, 眼神涣散, 我问他们, 如果姐姐在, 会对姐姐说什么? 他们木然地笑笑, 对视一眼, 转向我, 如果天宝掐死他时, 就被抓, 就不会判那么重了, 怪我们, 考虑不周, 捂了一辈子, 还是没捂住, 他们的眼里心里, 还是罗天宝, 但已无济于事, 我已无力谴责他们, 对他们来说, 多说一个字, 都对不起姐姐, 话一旦开口, 就没有停下, 直到警官压着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内, 依然喋喋不休, 精神已经失常, 短暂的两周, 完成了我的夙愿, 让姐姐终于能安息了, 罗大海的兄弟们提议, 让姐姐葬在祖坟旁边即可, 我直接回觉, 姐姐不是罗家的人, 即便带着罗姓, 也不会把他放在那里, 他恨透了罗家, 活着受罗家父子的折磨, 死后还要与他们相邻, 不可能, 姐姐也不会同意的, 我在市里最好的地段买了一块墓地, 为姐姐举行了葬礼, 仪式完毕, 郑宇离开时, 赫然看到一只蝴蝶飞到姐姐的墓碑上, 停下好一会儿, 正愣间, 蝴蝶又飞到我手中, 毫不惧怕地扑扇着翅膀, 约两分钟后, 翩翩飞起, 引入树叶间, 内心里, 我把她当成了姐姐, 她的心愿了了, 是在向我做最后的告别, 抬起头, 本来朦朦的雨天, 阴霾散开, 阳光透过云层照耀大地, 泛起细碎的金沙, 一, 罗大海他们能顺利地找上门, 是你透露的地址吧, 返程的路上, 顾云峰向我投来钦佩的眼神, 是我做的, 以前, 我没能力, 现在虽然依然没有能力, 可是依靠着自己的名气, 迫不及待地将他们送进大狱, 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罗天宝是杀害姐姐的直接凶手, 甚至还在想, 罗大海和范秀桓进去后, 我要想个什么好方法对付他, 眼下, 省了, 不久后, 罗大海和范秀桓被判为无期, 罗天宝为死桓, 一, 那边的事结束了, 以后, 安心拍你的戏, 只要我在, 我会为你一直量身定做, 顾云峰紧紧握住我的手, 温热自指尖传遍全身, 于我无穷的力量, 以后, 如他所说, 我是他唯一的爱人, 于我, 何尝又不是呢? 于恋爱而言, 一生一世一人, 足矣, 可是对于公私来说, 尤其是像饶思岩这样的, 艺人越多越好, 最好能为了获得他的青睐, 每天上演一番为抢资源大打出手的戏码更好。 记得刚进入他公司时, 公司里人气下降的小花就不断找过我的麻烦。 表面上, 饶思岩很生气, 私下却很开心。 他享受被粉丝追捧的艺人, 为了一点点利益任他摆布的快感, 更喜欢艺人成为他谋私的工具, 用艺人年轻的资本换取巨额利益。 只可惜, 我厌倦了。 明依, 我也想退出了, 如果可以, 咱们俩还做自己的灰姑娘好吗? 飞上之头杀青后, 秦诺哽咽着跟我说道, 飞上之头这部戏是双女主, 双胞胎, 她演姐姐罗明月, 尽管经过改编, 戏中还是去世了。 由于她的戏份杀青比我早几天, 被饶私严勒令去陪金主吃饭。 饭桌上, 金主不停劝酒, 她不省人事。 如果不是我知道后, 快速赶过去, 秦诺基有可能被遭毒手。 自从进饶四言的公司后, 我们没有一天是完全放松的。 参加晚宴, 强颜欢笑, 发布会, 小心翼翼, 陪金主吃饭, 心惊肉跳, 我们都累了, 乏了, 也倦了。 之前赚来的钱, 除了给自己买窝, 都捐给了山区福利院, 只有等这部戏播出。 诺诺, 别急, 咱们现在赔为约金的钱不够, 等飞上枝头正式播出, 我心眼不好, 胆子还小, 翅膀不硬不敢飞, 没有船不敢拆桥。 其诺着急, 我比他更着急。 虽然顾云峰再三跟我说他有钱, 让我随便拿去用, 把违约金早些付给饶四言, 可是我只想用自己赚来的。 人一旦失了一次手, 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继而失去斗志。 我不想, 顾云峰只好作罢, 尊重我的决定。 飞上枝头拍完, 我们又陆续接到了几部戏的邀请, 依然是双女主。 不过, 都被我推了, 我演不来浮夸的偶像剧, 我只想一步一个脚印, 谱一曲平凡女孩的崛起奇迹, 与她们力量。 正如我当初无助时, 无意看到世界第一白天鹅之称的 Lopakne的舞蹈, 她将挑渺轻柔的脆弱与坚韧而不绝的 肢体力量完美结合, 使我在婉约缠绵叹息中感受到 轰轰烈烈般的振战, 考虑到舞蹈是自己的兴趣, 便和秦诺一拍即合, 组成了灰姑娘。 明依, 恭喜你! 心系杀青, 飞上枝头, 刚开播就火了, 某伴评分9.1, 以后, 我决定把你作为公司的实力派一人培养。 意料之中, 灰姑娘的第一部戏火了。 饶思岩彻底推翻了以前对我们的包装计划, 言语间有了客气, 眼神里也第一次有了欣赏, 而并非之前的浏览商品的作派。 我明白, 即便此时, 她看中的依然不是我们, 是那些分治踏来的品牌代言合同, 影视剧邀请, 以及背后庞大的利益链。 思岩姐, 谢谢您三年的栽培, 我们想解约。 我和秦诺接受了国内老牌影视公司的邀请, 只专注作品, 不注重个人, 不靠金主的唯一一家。 新东家还为我们付了天价违约金, 明依, 从你亲手把父母及哥哥送进牢内开始, 我就知道, 你不会跟我多久。 好吧, 那祝你好运。 饶思言几经挽留无果, 沉脸放人, 对我们送上了阴阳怪气的祝福。 无所谓, 飞上枝头拨完时, 我和秦诺正是挤身国内一线演员, 不是流量明星, 不是资本吹捧的小花。 颁奖当天, 也是我和顾云峰大婚之日, 为我们干杯。 喝交杯酒时, 我与他深情对视, 举起酒杯, 饮下前半生的爱恨情仇, 呼出余生的快意时光。 陈雅的恋爱, 只不在婚礼之前, 两年的感情, 分手的理由因为钱, 他觉得很讽刺, 他也曾在分手后问过自己, 可不可以因为爱, 去原谅男友李辉, 但他仔细想了想, 发现自己做不到, 他是爱他的, 但他不爱他,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自己又为什么要去妥协退让呢? 两人相识, 是因为一次朋友生日, 因为一起参加的人里面, 只有他俩是单身, 所以就被启哄在一起, 他俩不算一见钟情, 充其量也就是彼此不讨厌, 一开始, 对大家的启哄更是觉得尴尬, 后来也并没有如朋友所愿开始联系, 两人真正开始相处频繁, 是因为工作, 他所在的公司, 是他公司的客户, 原先负责和他对接的同事休了产假, 他就暂时代替一下, 一来二去, 他就对他有了好感, 他喜欢他工作时的专注和仔细, 喜欢他遇事的从容不迫和耐心, 等那个同事产假结束, 回来继续上班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了, 于是找了个合适的机会, 表白了, 都说女追男, 隔层杀, 更别提陈雅年轻漂亮, 温柔大方, 李辉没道理不动心, 不过, 一开始他也没有点头答应, 他知道自己的优点, 更知道自己的缺点, 他穷怕了, 他想要过好日子, 他想过了, 最快的方法, 莫过于通过婚姻去获得, 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 他能少奋斗好几十年, 所以, 他虽然也喜欢陈雅, 但却不答应交往, 继续保持自己的单身汉形象, 直到两个月后, 一次机缘巧合, 因为公司的业务, 他知道了陈雅家境优越, 家里好几套房子, 还有别墅, 就算现在一家三口不工作了, 光租房子, 生活也能过得很惬意, 更别提他爸妈开的公司, 还是他公司的大客户, 在本市都是有名有姓的,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很快转变了自己对陈雅的态度, 沉浸在喜悦中的陈雅, 丝毫没感觉哪里不妥,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其实这段恋情, 陈雅父母一直不同意, 陈雅沉浸在热恋中, 自然看不出什么端倪, 旁观者清, 更别提他爸妈见多识广, 李辉这点小心思, 哪里逃得过他们的眼睛, 可这世上, 终归是拗不过孩子的父母多, 更别提陈雅其实是个懂事的孩子, 除了这次的恋爱, 他从没让父母操过心, 他一直坚持, 郁郁寡欢, 他爸妈终于还是不忍心, 默认了这段恋情, 只是劝女儿不要过早结婚, 更没有松口给这个准女婿任何帮衬, 就这么过了两年, 陈雅闹着要结婚了, 他爸妈清楚, 肯定是李辉等不及了, 但他们又说服不了女儿, 最后只能是同意婚事, 两家开始谈婚论嫁, 这次的谈婚论嫁, 更是让陈雅父母知道, 自己没有看错人, 他们已然顾忌了李辉的家境, 说了不要彩礼, 但李辉妈妈却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说亲家条件好, 自然是不要彩礼的, 说着说着, 开始问有什么嫁妆, 还没等陈雅爸妈说什么, 陈雅傻乎乎的把以前爸妈和她开玩笑说的话说了出来, 说我爸妈说了, 我结婚的话给我五十万, 一辆车, 一套房, 这话一出, 李辉妈妈喜上言开, 态度都变得不一样了, 一餐饭下来, 除了陈雅爸妈, 大家都很开心, 后来就开始准备婚礼, 本以为这段婚姻板上钉钉了, 但最后却结束了, 谈婚论嫁之后, 李辉妈妈就开始在外, 显摆大儿子结婚后, 自己要带着小儿子和女儿一起过去住, 这话最后传到了陈雅耳中, 他很惊讶, 因为他从没想过和婆婆同个屋檐下, 更何况还有小叔子小姑子, 自己家陪嫁婚房, 就是为了不和婆家一起住, 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 再说了, 自家陪嫁的三居室, 也住不下这一大家子呀, 你家也太抠门了, 女儿结婚就陪嫁三居室, 这怎么够住, 陈雅当着准婆婆的面, 问李辉的话, 换来她这么一句回答, 当时她的心就沉了下去, 看着她陌生的嘴脸, 她没有多说话, 直接就回了家, 后来实在憋不住, 就和自己爸妈说了这个事情, 她爸妈没有责骂她, 而是和她说, 任何和情感有关的事情, 如果想要看得清楚, 那就要置身事外, 像个旁观者一样, 去分析这段感情, 这时候你看到的, 感受到的, 才是真实的, 她努力尝试用旁观者去看这段感情, 然后发现自己爸妈说的没错, 是她昏了头, 她想起李辉忽然答应和她在一起, 是在她和她确认她的家境之后, 想起恋爱时, 她总是和她说, 她家人的不容易, 让她不能太计较, 想起她总是让她说服父母, 让她进自家的公司, 想起她催着她结婚, 却一点都不为结婚做准备, 明知道她爸妈不满意她, 从来都是让她去劝说, 自己不曾有过任何努力, 她终于意识到, 她爱的不是她, 而是她家的钱, 所以, 才会在得不到想象中的嫁妆后, 理直气壮地质问她, 她看着手机里, 这几天一直进来的消息, 每一条都在劝她和家人撒撒娇, 说陪嫁要别墅, 说家里又不是没有, 如果是别墅的话, 那一家人就能一起住了, 热热闹闹多好, 她提出分手, 随即拉黑了她的号码, 她很快跑来找她, 还带着她妈妈, 她气急败坏, 说身边人都知道她要结婚了, 现在分手会让她丢尽面子的, 说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而她妈妈呢, 还以为陈雅是闹闹小性子, 毕竟, 之前她一直都是非她儿子不嫁, 对她的各种挑剔也是隐忍的, 所以她也咄咄逼人, 说你家就你一个女儿, 结婚陪嫁一套别墅, 怎么就不行了, 还提分手, 真逗, 但不管怎么说, 陈雅都决定分手, 她笑着说, 别说了, 要陪嫁别墅的婆家, 我可不嫁, 这婚不结了, 你想恨一辈子, 就恨一辈子好了, 说完, 她就让家里阿姨赶李辉和她妈妈出去了, 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这一点都没错, 但需要你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想不劳而获, 把感情, 把婚姻当筹码, 照着对方爱你, 对他充满算计, 那这段感情是走不远的, 即使对方一时没有察觉, 结婚了, 最终还是会离婚的, 毕竟, 人总是会清醒的, 要明白, 婚姻中不能忍受的, 除了背叛, 还有算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唱UNG ry